海洋垃圾污染相当严重 也残害海洋生物 为此东莞处是办理了给寄居蟹 一个家捐赠裸壳的活动 持续到现在十多个年头 为的就是要让寄居蟹住在合适的壳内 并维护海洋生态 来到海边吸水 记得一定要把垃圾带走 若是将垃圾遗留下来 不仅会造成海岸不美观 也会让当地的生物受到伤害 寄居蟹腹部柔软 若是暴露在外容易有危险 而若是遗留下的垃圾有瓶盖 更会让寄居蟹以为是壳就住进去了 而塑胶盖无法让它们的熬 像天然罗科般有效地形成密闭的防守位置 更会造成寄居蟹无法防御敌人 因为现在环境的变迁 还有大家可能之前曾经减食 罗科捡了很多 所以我们很多的寄居蟹 发现它们的 有的寄居蟹找不到它适合的一个家 然后就还看到有被一些塑胶盖 塑胶壳甚至什么底片核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寄居蟹 那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让大家感到说 对于寄居蟹的处境感到非常的担忧 而为了解决这样的现象 东莞出办理给寄居蟹一个家的 捐罗壳活动 我们给寄居蟹一个家的活动 其实已经很早了 大概是110年以前 就是大概就已经超过10年了 那这么十几年来 其实也得到很多大家的一个热烈的响应 包括在地很多的餐厅 然后很多来参加过的一些游客 然后我们回去之后 再次发信的去 餐厅里面吃到这些螺 那些螺壳就把它收集起来 整理起来 然后就会寄回到我们的这个 东海岸的这个台东管理站 那后来后续这些螺壳 我们就应用在这个夜房的行程中 让大家可以把这个壳 给寄居蟹他们来使用 东管初表示 给寄居蟹一个家活动 持续办理到现在 已经来到十多个年头 为的就是让寄居蟹 住在合适的壳 并维护海岸生态 而民众落实到海边溪水 不妨也可以将看到垃圾 一起带走 一同维护生态环境 记者判罪与成功证报导